吳建華先生,獅子山學會 是,吳建華先生,獅子山學會 各位,我們獅子山學會就認為 如果想在最短的時間裏提供住宅給那些有住屋迫切需要的市民 就是政府就要大刀闊斧 全面取消對所有工廈的業主 將單位改為住宅的限制 即是將工廈劏房合法化 現在就是因為那些官員利用那些條例去管工廈 才會有那麼多住在工廈的市民 被迫就變成了客視居民 天天就要偷偷摸摸提心吊膽 而那些很想將工廈單位的資源好好利用的業主 就要被迫繼續違規經營 要面臨被罰或者釘契的風險 有得一天做一天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叫業主怎麼會有心情做好配套設施呢 工廈的設計 本來就是預料會有大量的人口 在同一時間裡 留在工廈裡 還要是長時間 而工廠區的道路規劃 也是預料會有大量的人流出入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那些小業主 在合法的情況下 由自己決定怎樣去做 然後在最短的時間 推出最多的單位給別人租住呢 如果政府是擔心說 我全面開放會被人罵的 那就跟那些業主可以約法三章 如果有些業主 他是想將自己的單位改為住宅 他承諾要跟政府去分一個比例的租金 政府就可以用這筆錢去做另外一些公共事務 至於租客 就要在租了單位之後 拿著那張租約 去民政處做宣誓 承諾自己會承擔一切的風險 以及願意接受單位裡的所有的設施 如果想在短時間裡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 只有政府全面取消對工廈單位的限制 改建的限制 否則政府無論推行多少次活化工廈計劃都好 其實到最後都是會失敗收場 謝謝